请合掌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还有三规一文一起念 诸佛正法圣僧众直至菩提我归一 以我不施等功德为立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圣僧众直至菩提我归一 以我不施等功德为立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圣僧众直至菩提我归一 以我不施等功德为立众生愿成佛 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颠倒没关系 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诸佛 诸佛灵友大家晚安 请看五十六页明宗 明宗今天就是我们要介绍这个 华言念佛三魅论上次讲变体 今天讲明宗 明宗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宗旨是什么 那宗旨大家都知道极乐净土的宗旨就是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但是他在明宗的当中呢 我觉得讲得很清楚 请看课本 黄念祖老居士很谦卑 他在读这个彭激清老居士的 这个华言念佛三魅论的时候 他也融入了对自己的体会 所以他认为所谓的明宗是以 华藏入明寺 明寺持名入华藏 请看黑板 就是所谓的一即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 这个很重要 你操一下 就是说 华言入明寺 华言是一切吧 进入一 入这个万德鸿鸣 而一即是一切 就是我们持名呢 入可以华藏世界 那整个华藏世界 就是毗卢浙那佛说法的世界 那在这个说法的世界当中 华言经啊 若各位看上一次我们发给你的讲义 就是三才同志五十三餐 郑实言老师的这个华言经讲义 里面有整理说 佛是在这个七处九会说法 然后那在四处是在天上而说 三处是在人间说 那华藏世界讲十方一切佛 一切菩萨一切的庄严 那持名就能进入华藏世界 可见华藏世界 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 这句话请做一个记号 答案是先看这个 是从圣意地说 看黑板 我把这个表画起来了 就是金刚经常讲体相用 那讲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是站在本体说 请抄 华藏世界呢叫做光明骗照 梵文叫Vairochana 毗如折纳如来 翻成中国话就是光明骗照 那阿弥陀佛呢 本身叫无量光无量寿 所以配中国四个字叫做光 寿无量 光代表智慧 寿是代表寿命 所以从本体来说 这个 无量光无量寿啊 跟光明骗照是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讲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 这个是讲它的本体 持明 往生就入了华藏世界 再加上一句 华藏入明字 这个明字是指万德庄严的鸿鸣 如果我们能够信愿持明 而且对这个理解是原教的理解的话 那这个万德鸿鸣就会升起殊胜的功德 所以这个信解就比一般人更深了 信解既然深入了解 那就是往生的关键 好 现在来看黑板 我继续讲 那假如像是什么呢 这是我补充的 这张表是师父补充的 也供各位做参考 比如说像 其实华藏世界是一针法界 上次讲过 对不对 其实它是遍满虚空的 所以《华言经》里面常常用了一个词 比喻 往大如虚空 深测如大海 那它的像是虚空的 它的作用像大海一般 大海一般 看一下黑板 它就是大海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它在《华言经》是不可思议的神变力 譬如这那佛是为报生佛说法 所以它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神变的力量 好 再看下面 那极乐净土呢 海提是光明无量 那像呢 极乐世界是庄严无尽的 所谓庄严无尽就是说 极乐世界不管是水鸟树林啊 七宝石八宫得水 我们上次讲正报 正报就是极乐世界的身心 所有菩萨的像好庄严身心 都是很庄严的 依报呢 就是它所依靠的人事环境 不管是水鸟树林 七宝石八宫得水 微风吹动七宝杭树 这些依靠的人事环境 这里除了自己以外 其他都叫做一报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教室里 正报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身心 那依报是什么 麦克风桌子还有音响 这是我们依靠的生存条件 都叫做依报 这两个词背起来 这是古汉文解释 阿弥陀经常常用的叫正报跟依报 这是尊有名词 接下来你看 所以总来说 依报跟这报都是庄严无尽的 是不可言说 那极乐世界的作用是什么 当然就是广度众生 特别是四十八大院 那这里面你写一个 有临终皆隐院 莲花化身院 必成正觉院 所以这些都是极乐世界殊胜的地方 到这里一段 接下来再看五十六页倒数第三行 为什么说华藏入名字呢 他就更解释清楚 因为华藏世界按照这部论 论就是指华言念佛三昧论 详细的经文我们后面会提到 这是黄老居士 只是盖说的民宗 他说 弥陀全体顿号是遮那 极乐不离华藏 极乐世界就不离开华藏世界 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切 一切都是华藏世界庄严的显现 那华藏世界的医政顿号 也融入在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里 所以他说 华藏世界的这个医报 医报 请写人世环境 以及就是一切的佛土庄严 一切的正报 正报就是指庄严的身心 就是一切佛菩萨 无量节来积功累得的 向普门评价 观世音菩萨叫什么 清净庄严累劫修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向好庄严呢 感觉身上他挂满的阴络 丝绸 这些都是他多生多解修 戒定会的功德而来的 所以这个叫做正报 一切佛菩萨的医正庄严 都融入在阿弥陀佛的名号里 所以华藏入名字 这是非常好 因为华藏世界非常广大无边 其实华藏世界可以入任何的地方 来看 看一下图 没关系 这个图可以帮助以前 上课的时候讲过 其实师傅都在复习 我也真的很高兴 我已经为你们介绍 不然读到这些呢 都会就是糊里糊涂的感觉 因为他讲得非常广大无边 比方说 请看 就是毗鲁尊那佛讲经的时候 他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那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 你入哪里呢 入哪里呢 其实入的地方 可以有很多很多地方 等一下 对 耐心一点 那我找 你看 毗鲁尊那佛说法 那在华阴经里面 重重无尽里面讲 毗鲁尊那佛说法 可以入哪里 常常讲的举例是 一毛孔 就是身上的一毛孔 因为一毛孔是我们身体 人类他理解最细微的地方 这个 无量无边的世界呢 可以融入在一毛孔里面 而且一毛孔呢 可以 也片满无量无边无边的世界 所以一即是一切 一切即是一 这样重重无尽的境界 是只有华阴经有 那在这个华阴经的书胜里面呢 最书胜的最书胜的呢 就是在无量的世界里面 华藏世界你入哪里 这是很重要的 所谓入哪里就是说 事实上是入一毛孔 然后 那华藏世界里面可以入一毛孔 对不对 华藏世界里面呢 也可以入在一朵莲花里 一朵莲花 华藏世界的重重无尽呢 也可以入在一个佛菩萨的法观上 重重无尽的功德 这都可以融入的 所以 那现在他写这部论 特别的殊胜是说 华藏世界里 好 看这个华藏世界 来 看 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里 再讲一遍 可以入一毛孔 也可以入这个 你看 所有佛菩萨做的大宝莲花 然后 一毛孔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无量的世界里面有无量的光 无量光有无量的画佛 无量的画佛有出无量的净土 所以在华言会上 赞叹的是谁 普贤王菩萨 就是入一毛孔 近去空遍法界都能融入 所以我再讲一遍 就是说 华藏世界可以入一毛孔 也可以入一朵莲花 也可以入一滴水 重重无尽 那现在告诉你说 这个华言念佛三昧论里面的重点 特别黄念珠老句是说 华藏世界入什么呢 入有形无形的万德庄严的鸿鸣 所以这是很殊胜的 接下来再看 第五十七页 持敏入华藏 那我们一个凡夫 刚才讲 华藏世界是佛菩萨为报生佛显现的净土 那我们凡夫有没有机会呢 答案还是有 他必须听闻原教的经典 就是听华言经 二 有原教的见地 第三 你有具足信愿心 纵使你在这个欲界众生 我们叫出发心菩萨的凡夫 他还是有机会入华藏世界的 因为释迦牟尼佛不会讲 我们这个世界不能够进入的方法或法门 所以先看经文 五十七页 持明入华藏 彤二灵说 持一佛明 顿号入全法界 这画五个记号 何具实义画五个记号 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说你今天有没有来听华言念佛三倍论 答案就是在很多关键的修持核心你要抓到 就是说持一个万德鸿鸣啊 就进入近虚空骗法界 这样的见地是原教人的见地 你 子佛罗教育基金会在杭州南路 你随便走一个路上 叫一个阿公阿嬷来 你跟他说你本来是佛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 大家说你笑耶 我苦得要死呢 我三餐都不计 我还捡垃圾的阿公阿嬷呢 环保维收 你跟他说你本来是佛 他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他本来是佛 是他的体 可是经过在无量节 每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不同 业力不同 那他现在的生活很苦 搞不好呢 尤其在后疫情时代 完全没生活的时候 他还是要靠环保维收 来生活的 所以这样的人呢 你很难体会到说 十一佛名是入 近虚空片法界的全体 十一佛名全法界的功德都在里面 所以论约画起来 名字记法身 这个要背起来 有人认为说 名字 名字是深层 这里的名字 好 看我 看我 一般我们讲 眼耳鼻舌生意 色身香味触法 深层 名字 比如说我叫辛红师 这是我师父给我的名字 可是若我一入灭以后 来生我投胎转世 我会用另外一个法号 好 那这个名字就消失了 没有功能 然后呢 我不会像西藏仁波切来讲呢 辛红法师转世第二 因为汉传没有这个传统 在商传博教会 比如伟大的上师叫 第一世 一直所转世都叫 一直到现在 17世都叫 了解吗 那是万德庄严的名字 可是现在告诉你 名字 很多人认为名字是属于什么 所谓所谓色受想行事的五欲六成的五成 它是会有生灭的 其实错 我再讲一个 跟一听 金刚经讲 若以色见我 以应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这是金刚经这样讲 若以色见我 就是说你执着于形象 很多外道就会执着形象至崇拜 不管民间宗教印度教 可是佛教它雕佛像是礼拜的功能 并不是是执着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注意听 很多人读金刚经 用这句话来破斥这句话 名字即法身 答案不是 注意听 若以音声求我 世间的声音是生灭象 比如说你现在拿个青 叮一声 一叮的时候它升起 可是一叮完以后 大概经过再长 大概十秒钟 二十秒钟 可能一分钟之内 它就消失了 所以 世间的名字 应声是生灭象 知道吗 可是 我们现在念的这句 Namo Amitabha 答案写 它不是生灭象 它名字就是法身 名字就包含 法暴化身身的功德 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关键字 不然有人会问你说 那你每天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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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名功德呢 看我表演 你说指着101 你每天念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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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会说你笑欸 可是年一年一 它不会 不会有功德 你打119 是紧急的拨号 101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所以它叫生灭象 可是阿弥陀佛的名字 名字即法身 包含法暴化三身功德 所以它叫名字不亦暴化 一个万德鸿名啊 法暴化三身功德 都在里面 这是这一段很重要的 齿 刚才讲 華藏入名字 现在齿名入華藏 好 这是第一段 齿名入華藏 要坚信的就是说 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就入法界全体 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呢 就是清净法身 好 第二段 请看 第二个重点 五十七页 第五行 又云 此土行人 即娑婆世界 好 请画起来 二 以专念力固 修诸功德 回向西方 就说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 专精 好 因为众生心很散乱嘛 所以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所以专啊 是很殊胜的 专不是只有净土中有 上次我说过 净土中呢 专啊 是所有的修持法门的过程 都应该要专精 好 比如我们讲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对不对 一向专念 请看黑板 然后你发了菩提心 广大 你老实的念佛 所以老实念佛当中 就是殊胜在专精 那为什么要专呢 写 写在旁边 对治凡夫的散乱心 跟懈怠心 因为我们一天一天过 一个月一个月过 疫情很痛苦了 今天呢 已经是第二年 现在到十一月 再下一个月呢 就已经是圣诞节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板桥捷运 还有很多地方都开始有圣诞灯 对不对 人类经过很痛苦的过程 希望这一年又很快就结束 可是我们若是不学习佛法的话呢 那你就是在家出家都一样忙 这个一个月每一天每一天这样过 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星期这样过 每一个月每一个月这样过 就一年一年这样过 所以讲专精的目的 请写 是对治于散乱心跟懈怠心 所以专精有他的殊胜 请看 以专精力固修诸功德回向西方 他的货业一定还没有断 所以大多数人在此情况下 还是有迷惑的 迷惑是什么呢 下面一段会讲 因为有疑惑 所以他生到凡圣同居土 上一次学生很匆忙 所以简单的说 请写 下面是以天台中的教法 天台寺教仪说有四个土 第一个凡圣同居土 凡夫跟圣人一起住的地方 第二个叫方便有余土 就是方便二成人 有余就是还是有圣余 就是他还有细微的漏的烦恼 还没断境 第三十报庄严土 这就是位于一地 二地三地 一直到八地到十地的菩萨 所显现的十报庄严土 第四个长吉光净土 是佛柱的 好 那这是天台中的仕途 那这个四 我们凡夫这个世界 虽然你发心念了 可是你还是细微有贪嗔痴 疑惑未断 所以像石头鸭草一样 专心 专念跟修功德 跟回上这三个条件 请写ABCA 专念 B 修诸世出世间善法的一切功德 第四 第C 就是要回向 这样你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请看 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愿力 因为他知道成佛本来就很难 出轮回很难 所以他发愿所有众生 只要具有信愿型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去 你还是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好 接下来第三个重点 请看 心宴妓妾 就是讲 心求极乐 宴离娑婆 请看 好 这个上一次我也讲过 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个 心求极乐 宴离娑婆的这个宴 解释错误 解释为 讨厌的厌 其实不是 来 再看一下 你愿意拍也可以 上次我都讲过 似乎只是习惯 复习而已 好 请看 所以真正的出离心 是生起 清净的菩提心的基础 那这个词呢 出自于哪里 是出于偶遇大师的弥陀要解 厌离娑婆 心求极乐 尤其这个厌 有中国字 一字有多语 厌 不可以解释为讨厌 当然 你看第一类 有人也会因苦而修行 比如说婆媳之间吵架 婆婆呢 觉得被媳妇虐待 她觉得人生很苦 我觉得人生没什么好留恋 她突然就喜欢拜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每一次呢 有很多痛苦都到庙里 向佛菩萨述苦 最后呢 她因此而想要出离这个 也是因为苦而修行的 的逆增上缘 为什么呢 因为世圣地里写苦即灭道 苦是你第一个老师 第二个 有些人呢 就是她是逃避现实而修行的 比如说她不想工作 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老足 对不对 好吃懒做的越来越多 想过去世的福报 也想今生的安逸 就她不愿意吃苦 她觉得呢 每天呢 尤其在冬天 现在呢风雨越来越大 早上六七点就要起来 对不对 我很想躲在被窝里 我干脆不工作就更好 现在呢 甚至后疫情时代 也打破了很多传统的思维 说 其实我在家也是可以工作的 没错 所以这个社会 它充满了很多的变化 无常的变化 可是有些人会抓着呢 逃避现实而修行 那这样的话 老师告诉你 其实心是不清净的 修到一半是会有很多障碍的 绝对不会顺利 因为你的动机本来就是错的 第三个跟第四个 进化起来 正确的是第三跟第四 真正的出离心是什么 我对于极乐净土具有信愿性 我知道人生呢 如列车一般 有一天我一定会要下车的 当我生命结束的时候 列车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求生极乐世界 就像我常常比喻的 这个所谓从淡水的捷运站 你要坐到心电捷运站 我坐过一次 从头到尾很长很长 要一个小时 对不对 有人上车 有人下车 有人上车 有人下车 那请问你在车上干什么 有人听音乐 有人睡觉 有人呱啦呱啦讲话 有人呢还就是打电灯玩具 有人呢还看书 有人念佛 比如说同样在人生路上 每个人所做的事情不同 所以为什么说要修信愿性 为什么要说修诸功德求生极乐世界 我们同样是在坐一个小时的这个捷运上 每个人不同 好那从淡水开始做比喻 有人到了台北就很下车了 下车代表人吗 人断气往生了 往生的时候有些人是孤孤单单的一个走 有些呢是呢很多好朋友来接你 哇好久不见了 有些是什么 冤亲在主来接你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要想想 生命啊其实是很可贵的 那有人说人生只有一次 斜错 这是斜见 这叫断见 其实从佛教的眼光来讲 好我们是减法生活没有错 但是因为你修持 所以有今生跟来世的功德 佛教请写 从上游游到中游 中游游到下游 河流啊 他是永远无有穷尽的都在流的 所以人生不又只有一次 我常常看到我朋友 你们朋友之间在聊天 赖来赖去 人生只有一次 然后我们要对人家好一点 错 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从佛教的眼光 人生不是只有一次 是多生多结的 是生生世世的 那假如就是因为多生多结 生生世世 所以从觉悟的角度来讲 他有无有穷尽的生命 无有穷尽的时间 无有穷尽的空间 满你无有穷尽的大悲愿力 所以佛教是很积极的 这是第三个 人生如列车 第四个请写 人生如过客 像住旅感一样 你知道 请看 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炒房子 我们都是房奴 那我反问你 你死的时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可是你为什么还是买房子呢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答案是什么 一 安全感或归属感 因为你常常搬家的话 那是很痛苦的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要有安全感跟归属感 虽然人生很短 大概只有七八十年 可是你为什么要买房子呢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觉悟到什么 如梦如幻的羞耻 这才是究竟的 艳离所佛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知道我们这一生 是过去夜与烦恼所显现的 所有这个生 人生如列车 我人生也如戏 我也人生如梦 对不对 当然我人生就像旅客一样 好像疫情之前 是不是很惭愧蒙三宝加速 选了世界二十八个国家 常常我在国外弘法 早上起来很累很累的 第一个念头 我都会问 我在哪里 有时候我是在新加坡 有时候我在台湾 有时候在马来西亚 有时候呢是在德国 所以你会感觉你旅行多了 你会发觉 其实我们人生都如过客 就像宾馆一样 我们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对不对 七八十年来对你来讲很长吗 其实在无量节来讲 七八十年中只是一秒钟 就算你这个房子给你住了三十年 四十年五十年很老旧 你就会执着抓着它 这个房子是我的 事实上断气的时候 你还是带不走的 但是你又要听闻这样佛法 了解波耳波罗咪的到底 然后你又精进念佛 所以写最后一个是 波耳为道 净土为归 这个才是旧敬意的 艳离缩佛的意思 因为它不会落在逃避或是讨厌 而是知道说人生如梦如幻 我把尽力做好 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人间的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很喜欢说大话 哎呀生死啊就是一件大事嘛 对不对 不要太执着嘛 这是生命中自然的 其实我跟你讲 写很多人都是怕老怕病怕死怕孤单 不要骗人 在家住家都是这样的 只是怕多跟怕少 可是假如你修极了净土的人呢 就不会害怕 因为你知道你只是换另外一个身体 零化化身去的 所以艳离缩佛心求极乐是个关键 好 现在请看A版 刚才上课之前师傅放了这首歌给你听 感谢台湾大学合唱团唱的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 你将如何度过 他就是要告诉你 常常思维无常 对不对 用关照 可是知道无常跟关照的人 他不是恐惧不安 这点是不要讲清楚 举一个例子 我们台湾有地震 我们随时都知道地震会来 我们也知道台湾呢 还这个在夏季到秋季的时候 都有很多台风 你看台风会来 那我们从小都受训练了嘛 台风来的时候就是嘛 把窗户盯好 买泡面 买食物 买干粮 准备手电筒 绝对不要出去 忍一忍24小时 或36个小时 台风就过了 第二个 我们会有地震 你看地震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金三角 躲到正确的地方 可是我们有这些 准备的时候 我们不会每天活着恐惧不安 所以有个关键词 请写 知道了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的修行人 他的心不是恐惧不安的 假如是恐惧不安 那是错的 就好像你每天都害怕地震要来 地震要来 可是地震它根本没来 没死呢 你都会被自己吓死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很多法师 都很喜欢弘阳净土 在台湾 有各个宗派 在静中学会持戒念佛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燕子 他讲的并不究竟 常常都觉得 人生很苦很苦 什么都要看破要放下 写 看破跟放下 要透过文思修 喊口号的话 你是放不下的 你要叫他放下放下 问题他就放不下 他要真正透过文法 还有深度的思维 还有去修持 他产生修持的力量 他才会真正的放下 这一段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提醒大家的 好 接下来看 五十七页 倒数第五行 黄老鞠是讲 第二类人 心厌妓妾 就是说 当你心厌极乐世界的心 羡慕极乐世界的心 厌离梭博的心很恳切 他说厌离的心很重要 下面请画起来 他说很多人 厌离的心 是根本没生起出来的 所以对梭博世界 还是很留恋 因此师父就要反问你 假如你今天就断气的话 请问你有什么放不下 假如今天晚上 突然奥弥陀佛跟你讲 各位联友来接你了 那结果你会反应是什么 有很高兴 我终于走 可是我问过很多老不少 奥弥陀佛 但是可以归纳其类 第一个对不放 放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家人 因为血缘的关系 有情职 放不下自己的太太小孩 第二个是什么 放不下的是自己的所有物 包含财产 你最执着最心爱的东西 第三个是你心愿未了 你也会放不下 会障碍你往前走 第四个还有其他 你可以回去传修念佛 常常想这个月我到底放不下什么 我说现在断气的话 待会我讲完一关的故事 我再说我自己的例子 跟跟人家分享 所以冰指甲 如果你对朔博世界还是很留恋 那就心愿不切了 第二个是叫做 出漏顿号见除 漏是指货业苦的烦恼 所谓以天台中来讲 刚才讲天台四教仪 有仕途 以天台四教仪来讲 有见或 撕或 有沉沙或 有无名或 它有四种 见解的疑或 思想上的疑或 见或 撕或 沉沙或 像沙子一样 还有细微的无名或 现在先讲 王老居士先提 第一个见或有十种 身见 边见 邪见 见取见 借取见 贪嗔痴慢疑 这个都很多 任何一个只要 一个勾上了 你都没法断的 所以断了 见或 才会震出果 到这里一断 第二个 撕或 就是细微的 更细微的 贪嗔痴慢疑 更细的 这些细 怎么细呢 请刮胡写 有时候它在梦中会显现 有时候你觉得 我平常最近我不太贪 可是一做梦了 我发觉 在梦中里 你还是斤斤计较的 很贪的 那你就小心 那是细微的 念头还是没断 一直到无色界的贪嗔痴 都断了 才会震一果 二果 三果到四果 阿罗汉 到这里一断 下面 现在不去振小城的果 翻过来 而已回小向大 求生极乐世界 粗漏的烦恼 渐渐断除 可是粗漏里面 最粗的是很难的 请画起来 第一个叫邪见 邪见就包含断见跟长见 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 什么叫长见呢 就是人死呢 永远当人 狗死当狗 猫死当猫 所以以前师父对于不良青少年 我跟他讲 你不要这么嚣张 当你这一生过世 他就跟我讲 师父我又是一条英雄好夯 我说错 以你现在造的恶业 你将来是投胎变一条毛毛虫 他吓死了 他说真的吗 怎么会变毛毛虫呢 那我就接着善巧方便 跟他讲六道轮回的因果 对不对 人死如灯灭 人死了 就回归到大自然 什么都没有 像一盏灯灭了 那个叫断见 师父在英国 澳洲 纽西兰读书 我发觉外国人很多有善根 但是外国人大部分都是 人死啊 如断见的多 他觉得人呢 就是回归到大自然 死了就死了 他有些也不相信上帝 像现在 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 反而西方人很多 开始会相信东方的佛法 因为科学越昌盛 佛法就越兴盛 科学越进步呢 他们理解了佛法讲的道理就越多 所以最障碍的是什么 邪见 邪见里面刮胡是断见跟长见 邪见再加起来 刮一胡加上恶念 那你就很容易变成外道种性 所以你看到很多现在有外道来讲 通灵啊 神通感应的很多乱七八糟的善知识啊 恶知识啊 他都很喜欢呢 就是用各种心理学讲什么 磁场能量神通感应的 所以很多的外道恶有 外道的恶知识 所以那都是邪见与恶念 我举一个例子可以公开说的 师傅一辈子奖金很少公开去批评别人 但有一个像卢圣燕 那就是真的百分之两百的外道与协见 你一谷谷准提神咒的时候 所有图片有一半是他的 那他在西雅图呢也是大本营 现在西方三圣殿 他在美国呢 捐慈善事业也是全排行榜10名的 美国的总统呢 都还亲自跟他握手 谢谢他 那这为什么说明呢 注意听 就是他在在磨 磨啊 其实真正的磨就是 邪见与恶念 但是磨啊 他还是一样 生生世世修六度波罗蜜 他的眷属比你还圆满 他布施造桥铺路 他一样做的比你还多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台湾 一贯道的力量就非常的大 各位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那个峨眉湖 要上石头山 那边有峨眉湖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贯道 一贯道的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当来下生佛 当然是要赞叹 但是他们的致见不一定是佛法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米勒菩萨的信徒啊 应该要读米勒上下生经 还有米勒大成佛经 米勒菩萨的的确确是下一尊佛 比如说想现观庄言论 张传佛教的 还有中国的瑜伽师弟论 通通都是米勒菩萨讲的 修净土的人比较不赞叹米勒菩萨 我是其中特例之一 因为米勒菩萨它是八大菩萨之一 可是你修米勒法门是很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如是道三家里面呢 佛教徒会排斥一贯道呢 那是因为历史的因素跟文化的因素 长话短说就是啊 在清末明初有白莲教 白莲教是供米勒菩萨 然后他跟政治结合来反清复明 因此白莲教就被贴黑牵为邪教 那事实上真正供米勒菩萨法门的人 应该是正信佛教徒 第二个写 不要跟一贯道的联友去辩论 你辩不赢他 只会造恶业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呢 米勒菩萨自然会读他 对不对 他在天上人间啊 他自然会修米勒法门 师傅看到台湾有很多很多的促使馆 有一半以上都是一贯道开的 那他有存好心 愿意这个不要杀身 那我们还是要赞叹他 但是他的见地上有很多是不清楚的 这里讲邪见与恶念 接下来看身见边见粗的贪嗔痴 渐渐消除 刚才讲你能够这个粗漏见除啊 接下来啊文法增进 这样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就会生方便有余土 就是佛善巧方便 用神通力善巧方便 而变化方便有余土 就叫方便波罗蜜 而生起来对回小向大的二成人 他还是要发菩提心的 求生的方便有余土 这就比前面的凡圣同居土高 好接下来再看下一段 五十八页第四行 若修原教为因 请画五个记号 这就是为什么我苦口薄心 勸你们念补贤行愿便 知道吗 这个也是我的愿力 为什么长话短说 我本身就很喜欢华炎经 在我这一生三十六年前 我学佛第一次听到的经不是心经 我听到的是华炎经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畏自身求安乐 后来我去问 我学佛的度我的老师 在诗专一位女老师度我 我说这是谁写的 怎么这么伟大 她比孔老夫子 中国读的这个珠子百家都了不起 她说这是释迦摩尼佛 我说释迦摩尼佛是谁呢 我的老师很有善巧方便 就给了我一本心云大师写的释迦摩尼佛传 我三天到五天就全部把它干完了 而且我干了两遍 后来我就一本一本的传记看 一本一本的看 从阴光大师传 红一大师传 徐云老和尚传 就这样一本一本看 所以我觉得读高僧传是很好 释迦摩尼佛还有十大弟子传 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我读的是华炎经 所以后来我多读一些经论的才发现说 在无量节生死轮回里面 这个投胎转世的时候 你第一次听到的经文 就是前辈子跟你比较有缘的 那一般人大部分的 都是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还有心经跟大悲咒 一般入门都是这样 有些人就读了地藏经 或阿弥陀经 或金刚经 或普门品 没关系 每个的语言都不同 都是大乘佛法 所以第一个我读的是华炎经 第二个就是在净土五经议论里面 我听的注解是三才同时五十三餐 所以我对华炎经印象非常的深 那经过净土宗 其实不是只有净土五经 那在净土宗 现在净中学会强调的无量寿经 汇集本就很多很多的争议 相应的人就很高兴 不相应的就毁谤批评 那所以我就觉得弘扬普闲行愿品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没有争议 第三个写 普闲行愿品是显密圆容的 我是依华炎经而进入金刚乘的 因为金刚乘里面讲的七支供养 其实就是普闲大院的浓缩 金刚乘里面要任何一个教派都要修四家行 四家行 金刚萨朵菩萨就是显教普闲菩萨的密教化身 法身 法报化三身 报身是金刚萨朵 化身就是普闲王如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五个记号 以原教为因念普闲行愿品 或念华炎经 我们所讲的华葬世界是原教的见地 以原教做因修从这里发心 就可以深达十项 这里深达十项请做个记号 还要进一步的学习六度里面的 指观跟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这样很深的了达十项 以普闲十大院而为推动的动力 以普闲十大院作为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院 回向极乐世界的话 就会深十报庄严土 这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你修的因往生 上中在下 上中辈三品啊 三倍啊是不一样的 九品莲花 事实上是归纳说 事实上极乐世界是无量无边的品味 那假如你能够震到十报庄严土的话 那就清成佛力分正长极光净土 所以最后总结黄老君是说 所以此论不但希望大家持名往生 我分往生的凡圣同居土 还希望大家以原教为因 原教化起来 而升到十报庄严土 升到十报庄严土的时候 就是大菩萨也就一生成就了 在上品上身当中 还能够一刹那之间 就分身到无量的佛国土去文法去授记 到无量的世界说法广度众生 分身无量无边 净土中的成就就是与如此殊胜的成就 但是要以原教为因到这里端 若没有原教的因 那你在怎么用功 不管你修禅的 或是你修法华经 当然也很殊胜 法华经也是原教的经典 那你修波尔波罗密经 一样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但是每一个的功夫不一样 我们大家都说他往生了他往生了 但是你很少谈一个问 他往生到什么土 第二个他往生了往生了 可是呢 先往生的不一定会先成佛 反而是受后往生 你在这边发菩提心修原教的因 你虽然慢一点往生 可是你往生的时候呢 你阿弥陀佛是先为你收集的 所以随先开悟啊 我们大家却也不谈这个主题 所以生达原教的因 又修波尔波罗密的话 那你这个会非常殊胜的 所以这就不单单是前面的 凡胜同居土或方便有余土了 这个就是造这部论的真正的意义 怎样了解吗 天哪你看 就是我从开始四月份讲讲讲 到现在才讲到重点 所以前面的脸有要耐心听 接下来把华藏入名字 好 华藏的一切都入在万德鸿鸣里 这这样的念啊 深达实相 这是非常殊胜的 不但往生而且往生品位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持名啊 当下就是万德鸿鸣 我多补一句 念佛跟念咒啊 是同样的道理的 所以他总结说 华藏入名字 持名入华藏 华藏世界在本体来说 就是极乐世界无二无别的 在这里我多说一句 就是念咒 好 念佛跟念咒有什么差别呢 有 共同的部分 都是佛菩萨证悟的无上功德 看 那不同的部分呢 是什么呢 名号是佛万德鸿鸣的显现 中国人比较喜欢念名字 比如说中国人在魏晋南北朝 到唐朝之间佛法还没有来之前啊 中国本身就有道家跟儒家的这个文化背景 所以中国人本身就很喜欢念啊 敬畏天地鬼神 看是不是 中国人很喜欢向天跟地祈求 就是往外 不好意思 这个不能叫心外求法 就是中国的文化本身 那印度不同 印度是本身它有师婆神 印度教 所以佛都告诉他 不要一外面 要一里面 自一旨 法一旨 莫更一旨 对不对 民安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帝王呢 一国之君的品德行为 也会影响天下的 那假如他不这样做的话 就会有什么 就会天灾 人祸 地震 水灾或旱灾 所以古代呢 就会 中国人习惯于向天地祈求 所以看 一直到台湾 儒师道的文化里 你看 你看妈祖你向他祈求 你看 玉皇大帝 或西天王母娘娘 或道教的民间宗教 对不对 观圣帝君 你都是向外祈求 所以中国人喜欢念佛的名号 南无大悲观圣音菩萨 南无阿弥陀如来 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向外祈请 会有很大的力量 好 那咒是什么 写 咒是佛菩萨在禅定中 而流露出来的密码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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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以科学角度来讲 所以 你真正念咒的时候 是不要懂它的意思的 有人曾经问我 师傅念六字大鸣奏 om mandirbemihón 还短 念大悲咒 南无远 Aye Jaya 对不对 你要懂它的意思 其实老实讲 咒车是不要懂他的意思 因为你懂的意思是指 一个很狭隘的意思 玄庄大师在翻新经的时候 我前面是念梵文 后面是念中文版本 两个都可以 你前程的念都会有功德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吗 玄庄大师难道不懂得藏文吗 梵文跟藏文 梵文他非常的通达 他还懂二十三国语言 但他为什么不翻呢 写因为咒有无量意 就是不要懂意思 因为你懂的意思 是从你的分别意识心去做的 那是很狭隘的 你懂了一个意思 那你就舍掉了其他的意思 所以念咒的时候写 是从凡夫心直接进入 空有不二 真望不二的 一真法界的境界里 所以念咒的时候 不需要懂他的意思 当然我现在看到很多网路 网路放了很多咒 他都会先翻译意思给你看 其实那叫化舌天竺 根本不需要 对不对 你不要对懂他的意思 你念了 因为我们一出生 都是好跟坏 喜欢不喜欢 所以你念佛跟念咒的 那个意思 写是从凡夫心 直接误入一真法界的境界 这个师父是要讲 所以现在看经文 华藏入明字 持明入华藏 其实持明跟念咒 都是很殊胜的 很殊胜的是可以用凡夫心 直接动悟到 直接到一真法界的境界 其他的法门呢 你很难很难 就算举个例子 大悲咒 我们中国呢 可是这是中国的传承 如果更有机会 你可以上商业精神的网站 师父有经过录音室 唱《圣史一面观音咒》 我先唱一小段好了 我讲多的话 比较没有力气 你看他就是听咒语 然后听那个咒语 而让你误入空有不二的境界 所以因为你误入空有不二的境界 写一记是一切 所以你在念咒无分别当中 念佛跟念咒都这样 方法是一样的 你的无量的意思 就会像泉水一样涌现 这是超越我们世间所受的教育的 所以你有很多我们思维分别的意思 其实那都还是在世俗地上的意思 好 到这里讲一个段落 接下来看五十九页 《论用》 它的目的就是这部论 当然要你求生西方结乐世界 从轮回当中得到生死解脱 这是它最大最大最大的功用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 对不对 好 请看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方佛战 诸佛昼夜一休念佛三倍 好 请看 第四 论用 用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上次说过 方向正确 条件居足 往生极乐 一生成半为用 首先叫你发菩提心 三倍往生都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过 现在简单说就是 菩提心是什么 第三行请画起来 简单的说就是大智慧心 大慈悲心跟大愿力的结合 所以这代表文书 观音跟普贤三大事的结合 这就是菩提心 若以大智慧来说 本论所表达的大智慧 比起此心一向专念 《无量寿经》里面说 三倍往生的共同条件 就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所以如此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发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生成就是希望你 过去多生当中 没有成就的事情 这一生能够成功 这时候因为黄老居士的背景 是禅禁密三宗都通达 上次讲禅宗是熏老和尚 禁土宗是夏连居老居士 密宗他是红教的若纳祖师 跟贡格活佛 红教白教的传承都有 先看一下 那当时黄老居士针对于1988年 当时文革才开放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人是修密法的 那目的是什么 喜欢特异功能 还有讲神通跟讲感应 这个是黄老居士常常呵斥的 甚至有很多特异功能 很深很深的要拜他来做老师 都被他拒绝赶出去了 他说你不发菩提心的话 你是会找魔的 然后呢 所以因此他在讲 这一段可以做参考 当队1988年 当时他说斗胆的向大叔说 其实修什么法门啊 什么东西最稳当 答案是修求生极乐净土 特别是西方极乐世界 他很斗胆的说 以他一生禅尽密的功德力说 假如你修禅当然很好 可是呢 你若没有断或正真 你来生还是有隔音之谜 那修密呢 遇到假的上师又特别多 像现在中国也到处打压 假的活佛 骗财生名十岁的 自己证自己认佛佛的 也是很多 他说在禅尽密当中啊 他这个人认为都很殊胜 除非你遇到好老师 你的根心也够 你的善根福德因缘 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但是以比较上来讲契机的角度啊 他觉得修禁土比较殊胜 而稳当 所以他说 我斗胆的向大家说 修什么法门 如果不求生极乐世界 你要一生成半 一生成半画起来 就是一生真的呢 要断或正真啊 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就算可能的话 那也是千万人中少有一两位 就像中国只有出一个六组分的大使 也没有出第二个六组嘛 对不对 不容易啊 因此他认为密法统计下来 从文化大革命解放到现在 只有六个人化为红光生 正如元起信空的红光生 前中国当时有十亿人 十亿人口 1988年 现在中国就有十五亿了 登记的 其实是不止 应该是十五亿以上 他说解放以来四十年 四十年当中 十亿人当中只有六个 那一个亿人呢也贪不到 分贪到一个呀 这是一万万贪点零点六啊 经过四十年来 北京人 黄老君是住在北京葡萄像 才一千多万人口 也就是说 离一万万呢 还差得远 主事来说呢 这个百分比啊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他认为 这个华言念佛三昧论 论上说 行者成能 顿号 决定信解 把信解画起来 就具有金箍的信愿心 知道佛 这里的佛 瓜胡 写是指自信的法身功德 佛的法身啊 是不离开你自己 现前的一念心的 如果你能够这样的 有决定信解 又是原教根性的人啊 翻过来 那你走到哪里修持 都是很殊胜的 好 请看 知道一切的佛 不离开自信 六十页 起勇猛的心 贺丹如来的家业 要自觉 觉他 觉心圆满 最后你发于本师 释迦摩尼佛 在燃灯佛出发心时呢 的菩提心 是无有差异的话 那这样的功德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我觉得很重要 菩提心 菩提心写个两百个记号 在藏传佛教 跟大乘 没有一部经论 不讲菩提心的 可是你不讲菩提心的话呢 你就会 妄施佛法 修诸为摩业 所以确认发 菩提心 你有自己 坚固的信愿形 喝点水 没关系 这个天气比较干燥 决定的信心 知道一切的佛 不离自信 那起了勇猛心 贺丹心 那你就发心 跟释迦摩尼佛出发心一样 是一样的殊胜的话 那这个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我曾经跟西藏仁波切 跟Campbell们聊天过 那他们很喜欢笑台湾人 两个 不要生气 我举了第一个 就是台湾吃树里面 都有树的红烧牛肉面 然后树的红烧狮子头 树鱼排 对不对 然后他就觉得 台湾吃树这样好 可是我们在意念上 是不精进的 我常常跟仁波切 跟康布说笑了 不要变了 不要变了 仁波切你赢 我们输了 我有跟他解释 当时是一问一贯道 要亲口跟渡众生 那众生都喜欢吃 大鱼大肉的习性 所以为了善巧方便 引导他 只好变成树的红烧狮子头 树鱼排 可见我们在吃树的时候 你看我们菜单都是这样 我们意念并不精进 第二个 他说 你们很多人喜欢讲佛法 可是只会讲 有没有吃蛋 有没有吃葱 有没有吃蒜 可是你们都不讲 有没有不提心 我说我们又输了 每天都在自教 吃得清净不精进 我说这个叫 摄律仪界 摄善法界 写第三个 饶意众生界 真正殊胜的是在菩提心 所以为什么 净土中要花很多很多的 博引经论 要让你深入经账 你才会了解 菩提心很殊胜 而且菩提心就像101一样 你每深入一层 它就往上爬一格 你多读法华经 你的菩提心又深入了 你读了华言经 你的菩提心 又往上提升十层了 接下来你又读 大波尔经 摩克波尔波罗蜜 中观 对不对 现观庄原论 大制度论 那你的菩提心 又赶快往上提个层了 所以菩提心是有深浅的 接下来看六十页 第二端 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这就是华言经讲 无始亦无终 华言经的道理 因果是同时的 是超情离间 超情离间 就是超出凡夫 用自己的喜怒哀恶的情节 离开众生 这个贪嗔痴的见解 如果大家都在情见当中 那这个事情就会被怀疑 怎么会行呢 所以所有的众生 都是因为情见太深 执着太深 都是错觉 爱因斯坦上次就说过 这个就是错觉的 但是无量寿经呢 说如果对于佛不可称至 无等等至 无等无人至 最上圣至 不能够明了的话 就是往生了 也生在边地 这对于佛的智慧能明了 对自己的善根 却不能生性 不能相信自己具有佛性 不能相信自己本性就是法身 跟法身的佛 平等无二无别 没有欠缺 那你就算念阿弥陀佛 很有善根 敬念相聚 恭喜你 你还是永托轮回了 但是你身在边地 所以边地移成里面 上次还记得吗 我讲过有六个性 性智 性他 性是 性礼 对不对 性因 性果 这六个性里面 王宁祖老菊师认为 他认为 我觉得他注解得很好 就是要有四个性以上 你才能往生 可是现在人呢 是连三个都没到 那最难信最难信什么 信自己本来是佛 这个你要读华阴经跟大正经论 还有一部请写 金刚经讲 如来是真于者 实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所以你说我们真正信佛 碰到困难的时候 有感应的时候 我们相信 可是当感应困难消失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佛 把他丢掉了 就相信民间宗教了 所以真正信啊 是不容易的 它是有生前的 也会有进进退退的 这里讲 你对于佛写一切种智 你就要完全生信 刚才讲 不可称智 无等等智 最上甚至 瓜胡 这个都是摩克波尔波罗密经讲 佛一切种智的所有的特质 所以因此听文经论啊 有好处是对佛的大愿力会深信 第二个对于自信民佛的道理啊 你会越来越深的 这个也就是造论者用心 就是为什么黄老居士 学华言念佛三昧论的这个用意 就是说 彭激行老居士呢 能够造论者用到这个心 不但希望大家往生 而且往生的品位要提高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写众元交的因 第二个见地要提升 第三修持要专精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就是众元交的因 第二个见地要提升 第三个修持要专精 好 这样的话你往生呢 一定很殊胜 而且不会生到边地移成 那如果万一生到边地移成 也没办法 那就是至少花开 花落至少要五百年以后呢 你自然慢慢就会打开 这个就是造论者的苦心 今天有共同就殊胜的机会 在这里提高大家的知见 提高大家的见地 提高大家的修持 这个你走到哪里啊 都是非常殊胜的 好 接下来看六十一页第二行 第四个就是作用 他刚才讲这个论用的用 第四个 就是说劝你发菩提心 你这样发菩提心 跟释迦摩尼佛当年 当年就是在燃灯佛坐下 发的菩提心是一样的 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这样往生就不会落到边地 虽然多少年不见佛 但是在这里 《无量寿经》里面会说 阿弥陀佛跟西方三圣 会飞到花苞里 用微风吹动七宝杭树 用鸟为你说法 一直说一直说 让你自己升起 忏悔的心也修持的心 当你忏悔的功德力够 修持的心够 当你真正的疑解开 一灯能破千年岸的时候 那个花苞就打开了 打开以后 你自己会从花苞里出来 然后进入台阶 最后再等理西方三圣 那个时候 你就才真正叫 离开边地一城 各位有兴趣的话 去看《无量寿经》 细文 经文有写 为什么说呢 请看经文 佛跟你说 你也不懂 那华葬会上的阿罗汉 都说如荣如芒如雅 所以修原教的因 是很重要的 好 今天改一点点进度 把教相给讲完 这样就五重悬议全部讲完了 下一支就从经文开始 请看教相 那教相就是古人 这个教相呢 我要先说说一下下 中国佛教跟南传佛教有差别 因为现在台湾是南传的教法 也可以读到很多 比如说读阿罕经 读清静道论 大家也好要南传的炮禅师 口音卡禅师的内观禅 在基金会有流通这样的书籍 那在 好 先看黑板 这里 中国讲 信解行政 藏传佛教 叫见修行果 这个背起来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词题 华欣经讲 信解行政 也就是说 现在是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 在台湾里面 你可以看到 三寸教法都非常的兴盛 有人就是 出教法师 一定要坚持 要披南传的袈裟 他才叫如理如法 当然这个我也很尊重 北传佛教就没有传承吗 有 只是他自己信心不够 他一定要跑到南传去 然后再披阿罗汉的袈裟 这样子 然后如理如法 那穿不穿拖鞋呢 他要想一想 这是文化差异 那我要讲的是说 南传里面呢 你读阿罗 阿罕经 清静道论 这也都是佛的正法 没错 第二个 你读中国的华言经 法华经 般若经 敬佛国土 像药师经 像无量寿经 像大乘着敬佛国土 这也是佛的正法 第三 你也可以看到台湾 红白黄花四个教派 都非常的兴盛 尤其是白黄教 伟大的宗科巴大师 到处都有菩提道次 对广论班的研讨班 所以你可以看到三成教法 都非常的殊胜 这里有一个问题来的 佛在世的时候 以天台中 看师父手指 天台中的五重叛教 中国教义 你接不接受 先不管 先看中国人怎么想 从魏京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 这么多的经论来 就像大藏经一样 像从书一样 请问这个经顺 经跟之间一定有结构 经跟之间一定有关系 所以中国天台中就判了 叫五十叛教 佛第一时写 像太阳一样 去日东升出来 佛师先讲 二十一天的华言经 是为大菩萨讲的 可是那时候的印度人 只看到释迦牟尼佛 在佛提树下 就是像一个人一样 哔哔哔哔哔 对不对 放光而已 他就坐在那里面二十一天 可是他是看不到 大菩萨的境界 接下来第二时 佛讲完说 华言经甚深甚深 佛仇自己一个人 从东印度往西边走 走到瓦拉纳西 为五比丘 第二时开始讲阿含经 杂阿含经 真意哈含经 四部阿含经 第三个 佛叫做方等时 佛讲大乘经论 比方说什么 地藏菩萨本愿经 佛上神道立天宫 有三个月 不在地球 结下安居 所有的圣弟子 没办法上天上的人 通通在地球的都很想他 那有功德力的菩萨 跟阿罗汉 一样都非上道立天宫 去听经的 谁在哪里 地藏经 你看 二十地藏菩萨 成地藏菩萨 微神之力 与会大众无量 无辨的众生 每一个人都拿着一个大宝莲花 到哪里 道立天宫 顶礼 释迦牟尼佛 事实上地狱恶鬼出身 六道的众生 是没办法上道立天宫的 那谁的愿力呢 当然是地藏菩萨 当然是地藏菩萨微神力 所以佛在道立天宫里讲地藏经 为了抱母妈妈 也讲其他的经论 也有讲密教的经论 比如说大白散盖佛母经 还有尊圣陀罗尼经 这些佛都是在道立天宫天上讲的 然后回到人间的时候呢 请阿南呢 就再讲一遍 给大家听 所以你看第三识 叫方等识 第四识叫般若识 佛一生花了二十二年 四十九年里面 有人算五十年没关系 有二十二年都在讲 魔和般若般若蜜 所以你会发觉 般若经典非常的庞大 有小品般若 有中品般若 有大品般若 有金刚金般若系 有新金般若系 有日本的李去般若系 很多很多的金 这个都是佛讲的 般若般若密 最后第五识看 佛讲法华经跟涅槃经 如夕阳西下的太阳 佛在灵山会上 他讲了很多部经 第一部经就是震动 三千大千世界 佛讲妙法莲华经 佛也讲光无量寿佛经 韦提西夫人 跟平波苏罗王的故事 接下来佛还讲大般若经 然后六群比丘呢 向佛忏悔 生团分裂了 后来因为读波若波若密 忏悔 生团就和和了 所以佛呢 在灵旧身上 他讲了多经 我再讲一遍 法华经 然后呢 观无量寿佛经 大波若经 一部分 最后佛呢 跟阿南说 我累了 往北边走 往Kushinagala 三个月以后就入灭了 所以佛在这个路上的过程呢 讲了大涅槃经 佛就入灭了 我再重复一遍 很好记得这五个诗 第一个叫华言时 二十一天 第二叫阿寒时 第三叫方等时 第四叫般若时 第五叫法华涅槃时 你可以去查武时叛教 这就是中国人 对于 所有一切的经论 从魏京南北朝 一直 结集到呢 时代呢 写到南宋末年 大涨经就告了圆满 所以现在你看到 故宫的乾隆大涨经啊 都是以古代以前的 南宋以前 但是因为乾隆皇帝 康熙雍正乾隆 是学藏传佛教 所以他又从西藏 引来的干诸尔跟丹诸尔 那是藏文的 这个藏文经典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 你先要了解 中国人理解佛法的小诗 就是这五诗叛教 好 那当然接不接受 有些人现在也不接受 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看 教相 属于什么教呢 教里面有分 经藏 律藏 论藏 经律 论三藏 此是属于论藏 论藏 律呢 是戒律 经当然是指的讲定 论大部分讲智慧多 戒定会 所以论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光读经啊 草草的就过去 论呢 给你一条一条的解释 一条一条的分析 一条的辩论 所以藏传佛教有一部论 叫入菩萨行论 非常重要 红白黄花 佛学院第一门的教科书 全部都要背的 还有第九章 纸观章 是讲智慧品很深的 所以大家就深入 所以他这意思说 以中国来讲 经律论三藏 这部华言念佛三昧论 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论藏 第二 第二在南传 北传 藏传 小臣 大臣 金康乘当中 这个是属于大臣教法 他讲华言的法门 跟净土法门的结合 接下来倒数第三行 在叛教来讲 天台中是藏通别源 藏是小臣 通是通于大小臣 别呢 是指大臣 所以此这个论呢 是属于原教 所以以天台教法 叛教也是属于原教 原教就是原论大法 那华言中呢 上次你念过 小使中顿原 这属于原论教 这是最高的 为什么最高 最殊胜呢 翻过来 因为他了解 一即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 这样的教法 只有在华言经 原论大法里面就有 好 这是第一个 原教背起来 第二个还有一个字 请看六十二页 第三行 日节相背 请刮起来 五个字 就是你有原教的教法的人 你修一天 等于圣过人 别人修一节 在六十二页 第三行 日节相背 出自于摩赫波罗 波罗媚经 这个词 我特别去查过 我也读 这是意思说 你一个要有原教的见地 第二个 我们修行成佛 本来就不容易 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很多人都是进一步退九步 我们这个说佛世界 为什么进进退退呢 对不对 可以看到大家听经 你就知道 真正成佛的人很稀有 好 请看 六十二页 把这个染入 把这个原教殊胜的心 染入你的心神 你这样去念佛 你的品位会高 还有 你若真正大开原节的话 你就是原人 原人跟不原人 是差别很多的 修行是日节相背 这出自于摩赫波尔波罗 密经的经文 王老君是引说 你修一天 等于别人修一节 那当然很殊胜 所以在世俗地上 你还是要精打细算 人生苦短 因此原人修一天 等于不原人 要修一节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所以大家知道说 他当时鼓励 与会大众 就算你听不懂 阿罗汉也还有迷茫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 听了华严经 还要继续学呢 因为它是你大开原节的 那当然事实上 真正要证悟到 大开原节 是不能勉强的 请刮胡写 要多善根 多福德 多姻缘 你要好好的发心 好好的修持 好好的提升你的见地 多生多劫 修福修慧 这样子的话 别人是望尘莫及 日劫相悖的 这是他要供养的地方 最后翻过来 翻过来 教相 第一个就是圆顿教 第二个 读了圆顿教 有什么好处 日劫相悖 因此以上就是用天台中的五重悬疑 全部解释完 下一次我们就正式看 华言念佛三昧论的讲迹 也看师父发给你后面的表姐 我有加上甲乙丙丁 好 今天终于讲到这里圆满了 所以来看一张图吧 所以用101来比喻 你就知道小史中顿远 还是有差别的 虽然讲星 我们在基金会开很多很多的课 都是正法 有南传的课 有大称的课 有金刚称的课 可是现在问题是你的间谛不同 假如是顿法的话 就是坐电梯 赶上去 可是台湾101 师父没有上去过 我每一次说我要生日的时候 我要上去 每一次我都好像 生日的时候刚好都在国外 然后最近生日都在台湾 可是疫情又被封锁 可是你注意看 以物理学来讲 它到一半中间有一个圆球 然后再扎另外一电梯 因为怕怕台湾有地震 一摇的时候 会被折断 这从物理学来讲 可是假如你看 可以从一楼爬楼梯 一格一格爬上去 这个就叫建法 顿法的是说 你要有这个根性 你以前说 告诉乾隆皇帝 按一个电梯就上去 然后他会觉得 你是不是要磨杀我 他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元顿教的人 关键是什么 写信愿行的 信愿 这两个要提升 这个提升 就是有读经 跟没有读经 是不一样的 你多读一些经论的时候 你的信愿 就会像十五的愿亮一样 然后找到 那个开关 一按 啪嚓 它就亮了 一灯 是元顿法跟剑刺法 两个都包含 比如说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 教养父母 奉识师师长 持心不杀 修食善业 这十一条要一条一条去做 这个是尖刺法 这个很重要 是基础 可是净土本身的教义 挺好 它是元顿大法 所以你要这样了解 念佛跟念咒 是非常殊胜的 因为你念佛念咒 当下什么 就进入近虚空 骗法界的法觉前提 念佛的当下 就包含 法暴化三身的功德 那你了解了到 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不去念呢 那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我现在 突然又想到一句话 古大的中国净土中的 祖师说的一句话 明明白白一条路 千千万万不肯修 明明白白一条 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成佛之力呢 就是帮助你 很快速的往生极乐世界 永托轮回 没有魔障 不会为了这个色身呢 还有受生老病死苦 也有无量光 无量寿的时间让你去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对不对 千千万万不肯修 那你要想 到底什么东西障碍你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 一般都是什么 散乱心障碍你 还有借口 懒惰 懈怠 还有人事物的干扰太多 你不肯舍 那你就没办法修上去的 好 今天上课上到这里 好 我们念回向文 念完以后 你再把录影带切掉 好 请合掌 念四句句回向 我此普遍 我此普遍出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不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刹 阿弥连 阿弥�zte 便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